梁亭 用公園裡面的梁亭 所以那種梁亭裡面如果沒有桌子椅子的 我們不是穆斯林的 我們就不要進去 因為這樣子我們有點算是侵犯到人家的這個 宗教方面的空間 那剛才 段有提到說 有關於這個孔雅 孔雅因為它是這個非常重要的宗教城市 那前面也有跟大家提到說 教育的部分 他們的這些清真寺都是他們的學校 所以當時在孔雅這邊